大家好,欢迎来到苹果熊的厨房 我是贝尔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红豆年糕 首先锅中倒入90克牛奶 开小火加热 加入50克红糖 搅拌至红糖完全融化后关火 放凉 放凉后倒入100克红豆沙 混合均匀 放入100克糯米粉 充分混合 搅拌至无干面粉状态 因为面粉的吸水性不同 所以调好的面糊的粘稠度也略有不同 如果面糊比视频中的细一些也没有关系 准备一个容器 将容器内部刷上植物油 方便脱模 方便脱模 把调好的面糊装进容器中 用刮刀按压平整 盖上保鲜膜 盖上保鲜膜 分断年糕是否熟透 我们可以插入一个竹签 拔出竹签后 如果没有沾上粉浆 说明年糕已经熟透了 将蒸好的年糕扣在盘子上 因为之前已经刷了油 所以年糕很容易脱模 那年糕完全放凉后 切片放入盘中 一道软糯香甜的红豆年糕就做好了 可以蒸着吃 也可以煎着吃 爱吃年糕的朋友们 快来和我一起做吧 我是贝尔 我们下期再见